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吃花雕條4 黑棋 是否有可能有很多的 我就是我喜歡吃花雕條 我會不會吃花雕條 就不要吃花雕條 就不要吃花雕條 就不吃花雕條 就不要吃花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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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吃花雕條 這裏就安藏了一隻 像是刺殺一個 不行 這樣不能刺啊 糟糕 這裏就好 這裏就好 導彈有的 他居然轉過來了 我用不出吹劍了 糟糕,我用不出吹劍了 憑什麼吹...用了狂破吹劍之後射擊的威里爾會上升 我用不出吹劍了 剛不行是因為有起疑的關係嗎 我用不出吹劍了 我從來過了 或其他人的艦艇 和其他人的艦艇 和其他人的艦艇 和軍隊 去遭到和奪 去遭到的艦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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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 來了 他等一下會轉向這邊 等他走回去 喔!他就還走過來 機會 好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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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有人跑去超頂攻破 來不及了 好險 先刺殺一個 啊! 下去 好險 他還沒死 他還沒死 他 他們 5月1日 他還活下來了 這麼厲害 這樣我的邊緣刺殺就不夠了 好吧 算了 我等一下有機會再想辦法來刺一下 等他自己走過來 沒有辦法標記討厭 好 衝 好 再來是這一個 想辦法用穿線先昏迷他 沒有辦法瞄準 睡覺 太遠了 我還有一個 有點危險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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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好 很 那一隻哨兵搞不好可以 走過來吧 快把你解決掉 他起移了 他離邊緣的距離好像有點困難 貼下去好了 這樣要獲得100就 這樣不可能了 現在要呈現一種奇異狀態 他也要人 首先把那個最麻煩的解決掉 左邊那個先好了 但他要是看到我就麻煩了 有千萬邊緣欸 還是不要好了 那裡還有 有 或許可以不用管 OK他去找了 賣物只要跳過來 睡到哪裡去了 睡到睡下去了 睡到睡下去有點麻煩 啊 看那個士兵叫醒他的時候 我殺兩個 YA 成功 好 我先去把警鐘拆了 我剛剛 lieutenant 我小心 啊 而且 我小心 我沒到 這邊 有點 肉 點 有 有 人 有 後面那一隻到底在哪裡啊 危險應該就只有這一隻了吧 好險我看到了 看到他們的頭了 要讓草叢戶女是個好辦法 射不到 看來剛剛那個巡邏的離脊帶還很遠 趁現在拆頂中 牆上防守那麼嚴密就要下面反而還好 請你取得的拯護者們 請你取得的拯護者們 快速你的心想 請你取得的拯護者們 因為到這個時候 你們都會被困在沙發 我抱歉這件事 但在理由公審的拯護者 這個拯護者是最最好的 大人說得太明顯了 拿這個禮物回家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本来 或设计更加坏 或设计更加坏 平均 秦斗 秦斗 我们是导臣 而不是侵害 未来 未来 谢谢 先生 祝福你 我看你 看你这一步的负责 我们必须取杀的王军 和保护什么负责我们的负责 我会负责 我会负责之前我会负责 看你头发 我们这里有一个小机会 一个机会 一个机会 把某些东西 成为一个政府 制作和保护者 但在两年 我们被负责了 我会不会再做这个错误 可惜差一个手 我觉得条件算还不错 不过了 他们为何都不想 原本想要城墙出去的 看起来这里出不去 有很多次 这家大人都不错 出了 CODE 进到这家大人都不错 吓死 不错 发生了 尼藏 发生了 发生了 你怎麼不趕快出來 好吧 先跳再說 掰掰囉 對你來說 讓你來吧 check the hooky look at him turn cult makes me bloody ill to think on how many times 当时我会遇到Hornigold和他的自正义战争 你真是一位主义人的主义人 Captain Hornigold 一位我认为我可以相信我的最好的想法 信心,我们会继续这些小孩 与我们的信心 那是肯定 你做了一种想法,我会有点吃的 NASA已经完毕,这就是看着 我说我们今天脱离开 然后重新到我的棺子 正好,你什么角色 Brit Brit 他们把他们的货带到河河 看吗 如果我们把银砂糖和椒 我们可以建设一个火山 然后把银码运进去 把银码运进去 把银码运进去 我 我們用駕駛船 你不是能夠的 我心裡是清晰 對 你得找到駕駛 一顆連段殺死四個守衛 然後用十次吹劍 十次好多喔 我吹劍還夠嗎? 吹蜜吹劍少了一點 先從... 這發射信三十幾公尺 先從你開始 咦? 咦? 啊! 下面的地道 在地道裡面 這樣的話 地道口一定會有人守著 果然那邊紅紅的 我從那個草叢 躲進去好了 我跳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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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一個 哎呦 馬上就有一隻 還好他是被對我一隻 好,劝麻又回到腰筒 下一个去140几的那一个好了 门口还有人呢 快了,直接删,应该可以吧 哦,没有什么 下来了 在这边 楼梯那边哦 对好,之前都没有看这个 看一下 应该有些新的 彼得张伯仁 生于1660年 足于1719年 海军准将彼得张伯仁靠着四月船长祭巴哈马总督伍德斯羅杰斯的帮助载入史册 虽然他帮助罗杰斯局政改革,并发布英王乔治的赦免 但张伯仁对他的殖民指挥官有着不合理且感受的敌意 并尽可能藐视罗杰斯的指挥 出生助器又缺乏幽默感 彼得张伯仁能被手下尊敬为一个刚毅老练的男人 而他对市民当局固执的藐视反而加固了他在大众间的声誉 我们早点摆脱这个人吧 我们的卡斯阵容太大了 OG 约翰·科克伦,生于1689年,足于1719年 虽然约翰·科克伦是班杰明和尼克的亲近好友与自己 但是知道这号人物的人并不多 在我们的记录中显示他虽然在1918年之前一直都是喊到 直到最后向国王特使投降为止 看来他在这之后就参与了猎杀海盗 就像改过自新的恶棍一样 我以为这是在讲佛吉斯,不是吗? 是艾尔恩那个吗? 我对先祖都不是很熟 我以为这是在讲哈姆雷特的吉尔登斯吞 还是罗森克兰茨还是布 应该是前者吧 查尔斯城 于1670年建立 查尔斯城在往后被称为查尔斯顿 是美国殖民地最防满的港口之一 在18世纪初期 绕着城市外围所建造的城墙是为了防御来自西班牙与法国撕掠者的进攻 封死的是黑五子就在这里 与殖民地政府公结搭成卸易 就去在这里进行海盗活动 我知道这里的东湾间有个地方会举行薄荷九大赛 所以你要赢到什么东西吗? 船之长海 新印度群岛地区常常会遭受到台风或者是热带风暴的困扰 加上海岸边常常会有岸礁以及潜水滩 导致许多沉船意外因此发生 尤其是在大航海时代 各种大小船之常常都会搁浅在沿岸上 船员通常在货救前都已经死亡了 当时这里最有名的沉船事件 莫过于1715年 满载金银财宝的西班牙船 在佛罗里达的海岸沉没 许多人都这些恐后地前往沉船地点而去 希望能捡到几枚西班牙银币 大部分人也因此成为了海盗 海胆 海胆为全身覆盖小刺的小型海洋生物 能够竟然由石头与海藻帮助自己在海中躲藏 海胆的刺激微尖锐 可以轻易刺穿人类的皮肤 海曼 生活在巴哈马群岛的沿岸以及珊瑚礁中 甚至像南到巴西都可以看到它的踪影 海曼白天会躲在岩石缝中 直到晚上才会出来觅食 绿成线绿色的身体是因为上面有一层 主角寄生虫的脸翼 海曼对人类无害 但触碰到它会被咬伤 而人类使用海曼的肉可能会导致 雪哈毒素中毒 魔鬼轰 虽然跟鲨鱼是远轻 但魔鬼轰是完全无害的 它们的身长可达九尺寬 而且专制小鱼与浮游生物 用眼睛延伸出来的头部皮一浆 食物塞入口中 它们还可以跳跃出水面 并且在世界各地都找得到它们的踪迹 水母也被称为海蛇 严格来说水母不能算是鱼类 它是一种自由游动的无脊椎动物 能在世界上的每一片海域 发现它们的踪迹 水母的尾端触须 能够分泌一种胶状物质刺痛烈物 对人类来说被水母折伤大多无害 有些状况则会极为严重甚至致命 从大多无害到可能致命 真是让人欣慰 真是让人欣慰 让这两个打架好了 这些人从大多无害到的热架 就像是一样吃了 那是一样吃了 我认为他有更好看 我认为他有更好看 真是一样 当然了 我认为是一样 薄母的尾端 在一样的尾端 无论是一样的尾端 还在阳尾端 那邊有好多個 就讓他們打架好了 謝謝大家的收看 下次再見 掰掰 不讓他們打架了 不讓他們打架了